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艘船 孟加拉人的生活就在这里 废弃的老船就像是凋零的人生 孟加拉人如何找到生活出路 那个工作很繁复啊 因为我们是要每一粒石一粒石砌下去的嘛 然后就填一个缝 然后还要清理 澳门十字路历史越走越精彩 南亚国家孟加拉就位于富饶的恒河三角洲 孟加拉境内有近千条河流 河流等于是孟加拉人民的生活命脉 不管是交通 还是工作 还是生活 老百姓每天都离不开河流 而滋养这个富饶大地的就是源自于喜马拉雅山的恒河 恒河穿过印度大陆流进孟加拉湾 沿途展现出了独特的风土人情 熙熙攘攘的一条大河 承载的是孟加拉人一天的生活 源自于恒河的流水是孟加拉人的生命线 孟加拉首都达卡就以一条大河分成两半 周围被支流包围 市民要到对岸去最方便的就是搭船过河 因此河流上大大小小的船只来来往往 络绎不绝 河上波光荡漾 但是小市民总是顾着讨生活 匆匆而过 没有闲情欣赏河上的美景 乘船到对岸 一般上只要十分钟 要是开车要绕道上桥 加上路上交通拥堵 恐怕一小时也到不了 大部分的小船仍然用人力花奖 过河只要五塔卡大约新元一毛钱 船费低廉也是大家选择搭船的原因之一 船夫沙基比在河上划船载客已经有三十多年 他从小帮忙父亲划船 一天来回上百次 已经十分习惯不觉得辛苦 这艘破旧的船是父亲留给他的 船的年龄已经无从考察 沙基比说 改装小船配置一台发动机不是不可能 但是船费恐怕也要跟着提高 所以小市民更希望他们继续这样滑桨 慢慢滑过去 不过每隔两三年 他就要放下工作为小船整修一番 和大部分船夫一样 他会请来一位修船师傅 加上自己也参与 一起动手修船 在横河的边上 到处可以看到木船倒放在河岸上进行修补 木船的船身由于长期浸泡在水中 加上经常发生碰撞 最容易损坏 因此维修主要是更换船身和船底的木板 如果有需要 船身上面的支架也可以更换 但是船底的龙骨就比较难以修补 如果船的龙骨朽烂了 船的寿命也就到了尽头 很多木船也这样丢弃在河边 在孟加拉河流除了是当地人出行的主要选择 也是人们找生活做生意的主要管道 接下来呢我们就去看一看 孟加拉人是如何靠着这条河养活一家人的 华江的小船只能开到对岸 如果要是比较远的地方就要乘搭比较大型的木船 这类船配置了柴油发动机 运作方式比较像公共巴士 有开船的时间固定的路线 每经过一个渡头就靠岸 到了终点再转回头 等船的人多了 渡头旁边自然形成了一个小市集 吸引小贩来摆卖 茶馆老板费洛在这里卖茶已经十年 受尽了日晒雨淋的船客 偶尔会坐下来喝杯茶 歇歇脚 因此他每天都和数不清的船客打交道 看见了渡头的沧桑 老板费洛说 小肚头每天早上七点就繁忙起来 在这里没有所谓上班人潮的尖峰时段 无论是办事 买东西 找朋友 都要搭船 人潮源源不绝 还有一些小商人会包下整艘船来送货 一直到七点多 天色暗了 船客渐渐稀少 船夫才会收工 如果要到另一个城市那就靠大型的渡轮 渡轮每趟可以载上千人 货物和乘客不分 在渡轮上人和商品是同等待遇 并费洛最难忘和感叹的是每逢天气恶劣 沉船事故经常发生 由于安全条例不严格 很多船只都超载 在拥挤的河道上 船只经常擦身而过 显向还生 船上也没有任何的救生设备 一旦发生意外 大家就只好听天由命 飞洛记得单单在去年 这条河就有上百人死于船难 不过第二天 大家又恢复忙忙碌碌 人命似乎不值多少钱 每一件东西都有它的寿命 大轮船来到了再也无法运转的这一天 等待着它的命运又会是什么呢 已经报废的船只在孟加拉人的眼里 又值多少价钱呢 一起去看一看 船只多带动了孟加拉恒河上和修船有关的行业 在达卡的河边上 经常可以看到破旧的船只停泊 有些是进行整修 但是更多船只停放在这里是等待拆除 孟加拉拥有世界第三大的拆船中心 有人称这些拆船的地方为废船的坟墓 也有人说称为船只的屠宰场更贴切 因为这里的工作就是把轮船上有用的部分 一件一件拆下来 比如这些螺旋桨仍然安好无损 只要稍微地加以整修 重新上漆 就可以安装到其他船只上 旧的船毛 沉重的铁链也静静地躺在这里 等候其他船只来整修的时候派上用场 至于其他小零件在船厂旁边的二手市场上 还能卖个不错的价钱 每艘船会停放在这里一到两年 有些经过整修重新投入运作 但是大部分是被拆除 分割 然后消失无踪 在欧美国家 拆船有严格的条例 因为拆船的过程会排放很多有毒的物质 不但对人体有害 也会污染环境 但是在孟加拉 条例十分宽松 没有什么安全措施可言 也因为这样 50年来吸引了不少 恶性的拆船工作转移到这里 废物都任由它留到河里 工人伤亡的情况也实有所闻 拆船工人马苏说 这里有50多家大大小小的修船公司 在高峰期 每天有几千人工作 最近正好船已经拆得七七八八 很多工人已经转到别处找工作 他自己上个月不小心从高处跌下来受了伤 暂时不能干粗动的活 只好留下来帮忙收拾残局 目前这几艘船只已经被挖空 还在进行的工作就像啃一块吃剩的骨头 把船身剩下的铁皮切割成小块 一片一片卖出去 甚至连木板也不放过 只要能卖钱的就不要浪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